MING PA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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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命影響生命這件事情 是讓我非常的很有感觸 我覺得 我們的工作就是像一場八二的比賽 讓他們知道他們需要的時候有人會載 台北少年关务所 大礼堂内响起八拍节奏 这堂课教的是饶蛇 那如果你身体是有感觉的 你可以跟着去点看看 因为身体的拍子 永远都会比嘴巴还准 讲师是饶蛇歌手栗子 面对底下一个个 青涩脸庞的收容人 他很有感触 栗子国二开始混帮派 前后进出少官所两次 过程中父母曾安排他 远离台湾是非之地 前往缅甸 看到当地生活困苦 人民依旧努力活下去 栗子受到很大冲击 当时已被通缉的他 决定回台投案 接受司法审判 但我第一次坐牢 进去少官 我是想认识更多人 出去混更大 我爸妈来看我的时候 哭得痛哭流涕 我就觉得没差 但第二次进去 我就会觉得 这里太多敌人了 我绝对不会再进来了 我觉得我们是不同城市的 我出去一定要好好做事 不一定要那么长 因为你一首音乐 你就是要让人家去思考 那个画面 出所后 栗子接触饶舌 把自身精力与力气 化作文字 随着节奏抒发 2018年与静药王 合赌团体 有了自己的事业 他不避讳谈及往事 希望借由他这颗栗子 影响那些 曾经误入歧途的少年们 如果你觉得进来关 是一个 你觉得没差的事情 那你就一直进来吧 那如果你觉得进来 是让你不舒服的事情 那你就不要再进来了 这怎么苦口婆心 都没有办法改变 这个人会做什么事 学长经验谈 少年们是否听进心里 可从他们写的学习单 一窥就尽 他想要出去 能够好好的陪伴家人 但是他可能因为 星期比较长 所以他需要好好的 在这个少管所 或者是矫正学校的期间里面 他能够去 好好的把时间带完 温祥富是Podcast主持人 过去他也曾犯过错 这回以过来人角度 为收容少年担任赢队志工 自己也得到省思的机会 曾经我在少年的时期 也没有好好的陪伴家人过 如果自己年轻一点的话 希望可以拨更多的时间 来跟家人相处 每年夏天 更生少年关怀协会 与台北少年关护所 合办更新转化营 至今迈入第十年 40名志工一对一 手把手带领收容少年 参与活动 他们事先受过两天培训 了解法规 与青少年次文化 试图更贴近孩子们的想法 感觉他们很多的故事 需要被倾听 还有很多的焦虑 很多的情绪需要被接触 所以我们才会招募 这么大量的志工去陪伴他们 这边的孩子不缺骂 不缺讲道理 你想办法要用一些 比较感性的东西 让他能够接受的东西 让他自己心里去评判 因为千百个理由犯错 要让他们记取教训 人生走回正轨 无法光靠大道理 而是必须倾听孩子的想法 温暖流淌在枝字片语中 少年借由书信 有人兴奋地分享成就 有人述说自己的难处 智能笔触下 总有让人心疼的故事 他遇到了困难 他没有当下的跟社工说 或者是什么 他去选择了诈欺这件事情 去解决他当下的经济困难 那也心疼他 他才17岁而已 却要成为家中的一家之主 如果可以当好人 谁想要当坏人 很多时候都是被迫 不得不 他得做出这样的选择 但很多人没有办法看到 他那个不得不的理由 然后甚至给他一些支持 来 少年队 请出出身份证 配合林姐 谢谢林先生 在暑假少年犯罪高峰期 全台警方同步展开青春专案 查期少年是否于深夜 逗留网咖 撞球馆等 或其他偏差行为 因为孩子会走歪 往往有迹可循 他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不可能一下子你就跑去当黑道的小弟 或是当诈骗警察的车手 一定是先有逃学逃家 那你会慢慢再演进 你的偏差行为会越来越严重 快 下来 下来 你还在当水干嘛 要玩啊 来玩 找谁 找谁玩 自己一个人吗 20岁的秋姓男子担任诈骗集团的收水手 还拐骗女友一起诈骗老翁 当场到警方逮捕 会犯法是无知 还是环境所逼 请何走险 根据警政组统计 2023年查过少年嫌疑犯 共10790人 占总嫌疑犯约3.62% 从近5年人数来看 维护成长约14% 犯罪类型已设诈期最多 共2193人 占比约20.32% 与上年度相比 增加31.95% 增幅也是所有犯罪之冠 假设今天你当车手 你领了100万 那目前的行情 大概车手可能可以拿到1% 到 有些比较好的可以到3% 1%到3%左右 诈骗集团分工精细 大量招募年轻人 负责前线收款工作 包括从ATM提领 或面交款项的车手 拿到钱后再转给 另一手的收水 以及到便利商店 取人头账户 存折包裹的取户手 工作简单 且看似轻松 又有钱可拿 比打工还要多 尽管停止毁法 仍有人趋势若鹜 他们可能会先在撞球馆 KTV 或是平常的在校的同侪友人 比较复杂 那他们就会透过这些友人 那去联系到 诈骗集团的干部 我跟你说 反正你上下少年 你成年之后 那些资料就会涂销 你不用担心 这有可能是 犯罪集团用的一种手法 犯罪集团高层 把少年当免洗块 轰联指挥 制造断点 警方查获第一线人员 却难以上上追查 根据远警的办案经验 车手的再犯率达五成以上 少年犯法受到法院的财阀 可分为最轻的训诫 保护管束 安置辅导 到实际上被限制人身自由的 改化教育或执行徒刑 而少年事件处理法中 可减刑与屠销前科记录 对少年犯而言 却成了保护伞 将他们得以低刑其代价 回头继续做诈骗 同样看准少年犯案的CP值高 黑帮也利用他们寻仇挑衅 2023年一名17岁少年 手拿冲锋枪扫射当户 载到派出所投案 能养到这么大尾 再与帮派取代家庭与学校 与温暖与认同感 家庭教育的功能就比较 没有那么健全 可能就是也没地方睡 他就是想要离家 那刚好帮派就提供他 可能公司让他睡觉 然后照顾他 其实大家在看很多的 少年犯罪问题学义意识冲动 冲动那并不是一直冲动 是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去 控制住他们的情绪 生气跟痛苦是无出发些的 有关准备的 没有 我没有到准备 可是我看你接的也蛮有架势的啊 没有 但是平常一直丢 所以才会 有经验才会那么顺 孩子的情绪需要出口 需要有人接住 20岁的小博 博一来到围观盒子 所以已经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 他说那边有便当可以吃 所以就把我抓去了 这样也心情不好啊 可以跟他们 跟社工或志工说 就聊天了 他中间展展过很多的 寄养家庭跟安置机构 然后回到原生家庭里面 我觉得对他来讲其实最 最让他受伤的或许会是 即使他回到真的家里面 他反而在里面是更没有温暖的 妈妈跟哥哥都没工作 然后我有工作 然后妈妈就会跟我要 要我的薪水 家里情况无法为外人道 单纯的小博也曾误信朋友禅言 当了车手 我觉得他对不起我 他觉得没有连见我们 因为他 大家很努力的在往前 可是他却停止 然后那时候我们另外一个孩子就说 他说 即使今天犯了错也没关系 至少你愿意站出来 愿意去承担这些错 然后 这里没有人是会放弃你的 遇到 就是很危险的事情的话 就会 躺在这里 然后跟社工讲啊 社工会在这里保护 就另外一个避难所 在围观盒子这个避难所内 孩子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搓麻将当消遣 新手也能上牌桌 从腕筒条 自摸 胡牌中 学习人生 碗里面其实包含很多的沟通 包含了很多的人际互动情境 包含沟通合作竞争冲突 那在这里面 其实他会把他们从原生家庭里面 习得的 跟人互动的方式 他还有他最真实的情绪在里面暴露出来 在这里其实没有所谓的社工个案 老师跟学生 我们就是很平等的生活在这里 所以其实在这里孩子会叫我的名字 我也会叫孩子的名字 当我们的关系是处在比较平等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孩子们会觉得就是 我好像不是在面对一个权威的角色 我好像更可以是放心的把自己交给我们 萧群玉与陈绝璇 2018年参加政大辉广社会责任计划 接触到文山区安康平宅的孩子们 深入了解贫穷为他们带来的问题 并且陪伴 聆听需求 隔年创办儿哨据典 回光盒子 我们很多孩子小学都偷窃 但偷窃的原因是 如果他不去偷他没有东西可以吃 可能家里的补助費拿去赌源 拿去买点素 甚至拿去买毒品 所以很多时候孩子 他饿他就必须要想办法去生存 最一开始他们可能就会 拿着我们的传单到公园去把它烧毁 然后或者是可能看到陌生人 他可能就会中指就会比出来 哥哥姐姐用耐心与爱心 化解少年的不信任感 一传十 十传百 越来越多人知道 除了家与学校 孩子们多了据点 可以去清土内心苦闷 我们不要走那种私下考在 都真的觉得就是不想再看到他 孩子要跟别人拿钱 但他一直一直都拿不到钱 对 就是他们之间有一些债务的纠纷 教他们用成熟的方式处理社会事 面对小一点的孩子 则要转换另一种偷童的事 如果你拆线完 我再买一瓶卖两瓶 真的 真的 还是你要换饮料 你要换饮料 你要换饮料吗 他是去拆线耶 他又不是去玩 他发烧 可是他跟妈妈说他还是很想要来据点 所以他就咚咚咚咚咚咚 拿着一个玻璃的水壶 就是想要来参加活动 然后结果在上楼梯的过程当中 他就可能是发烧比较严重 就腿软 然后就整个人就摔倒 从十岁到二十岁 大家就像兄弟姐妹玩在一块儿 但据点也有规矩 基本公约第一条 练习不说脏话 讲一个字 以下不定提升 像我们有孩子是 他真的当下非常非常非常不熟 然后他就转头问我说 我先做二十下 然后我等一下可以骂吗 我说好 你就做完福音室 他就把 就是用透过脏话的方式 发泄他的情绪 每周四 萧群玉与陈绝璇 会带着孩子到附近的学校打球 没有强制性非得参加 孩子们却每一个缺席 归属感让每个人紧紧相依 心里有寄托 不管打得好不好 开心最重要 孩子最渴望的就是被爱 然后被理解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共同生活 其实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互相的去练习 怎么去尊重别人 当他们需要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来到这里 不论是可能痛苦想自查的时候 很生气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或者他半夜可能被家暴 被帮派闹事 上警局上医院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 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的时候 有人会在 他们在暗夜里点亮一盏微光 在无助与恐惧下 陪伴孩子走向光明 成为勇敢的大人 无论犯过错 或者在十字路口迷惘的少年 拉他们一把 可以改变孩子的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